今天这第一节课 我们就是要讲一个破题的十分钟 什么是维积分 What is calculus 那么维积分呢 如果我们打开了 对不起不用打开 我们看我们的课本 会看到一个莫名其妙的字 如果我们用的是英文课本的话 这个字就是我们翻译成维积分的那个字 其实我们要做一点点文字上面的认识 这是一个名词 这个名词从拉丁文过来的 而且它是个单数 如果不是单数 如果是负数的话 它的这种变形是不规则的变形 很多同学在别的字上面看过的 它会变成calculi 而且这个字或许同学们知道 欧洲的语言 除了英语以外 大部分的语言都有 每一个名词都还要分阴性阳性 甚至于还有中性 所以其实我们应该很感谢 现在世界的语言是英语 不是法语或其他的语言 否则它其实会更麻烦 那么这个名词呢 是阳性的 好啦 这只是说着好玩而已 这个字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计算方法 就是一套算法 一套算法 我们学过哪些算法呢 从我们小学一年级 到差不多三年级之间 我们学了加减乘除的算法 比如说12加19 等于先把这个做了一个11 然后敬畏1在这边 然后这边加一加得到31 这个直式算法也很了不起的 虽然我们大家都很熟练 而且像刚才这个例子 已经会心算 所以就不以为意了 其实我们从一年级到三年级 就用阿拉伯数目字 做直式的加减乘除 学了这么一套的算法 然后我们可能还有很多其他 比如说99乘法表 是背在心里面的 还有很多计算的技巧 我们记在心里面 但是原则上 我们就是用这一套算法 在我们的社会上运行 然后让我们可以长大 可以考上学校 可以就业 那其实我们在国中高中 我们还陆续学了一些 其他的算法 再举一个例子出来 或许大家都会记得 国中最主要的一个算法 应该是解二元一次方程式的配方法 那是一个算法 你也可以说那是一个公式 还有呢 也许你会记得这个辗转相处法 好了 这样子的例子已经够多了 它就是一个计算方法 那么计算方法是一个普通名词 它可以放在很多事情上 我刚才举了好几个例子 但是为什么这个字 后来变成了一个专用的名词 我们有过这样的例子 在我们生活中 在各位同学现在的生活中 最清楚的例子 大概就是平板电脑 平板电脑是一个普通名词 事实上早在五年前 或者七年前 华硕 红基都做了平板电脑 但是都没有红 现在有一个特殊的平板电脑 非常红 所以现在平板电脑 几乎就要从普通名词 变成了专有名词 那就是iPad 大家大概都知道我们在搜索 或许你还会把像iPhone 那一种smartphone 智慧手机 也把它视为平板电脑 总之这就是一个 可能各位同学很容易了解的例子 有的时候 一个普通名词 因为它在一个特殊意义上 太红了 太专了 太有用了 所以它就变成了一个专有名词 Calculus 就是这样的一个例子 那我忍不住要再花一分钟跟大家说 反过来的例子其实更多 专有名词变成普通名词 或者变成了动词都有可能 比如说 在我们的同学们的生活中 最明显的例子就是Google Google是个商标 它是名词 它是被发明出来的一个 反正就是一个名词 其实它有它的意思 但我不想再多花时间解释Google这个字的意思 你可以去Google它 看看这个字是什么意思 那Google就是一个商标 它本来是专有名词 但是现在每个人都会常常说 去Google一下 对不对 那就是这个字不但变成了一个普通名词 甚至于变成了动词形容词 都有可能 好 语言学讲完了 Calculus是一套计算方法 这套计算方法 为什么今天被叫成微积分呢 这是在19世纪的时候 翻译这一套计算方法 第一个 第一个翻译这一套计算方法 成中文 然后引荐到 引荐到这个华语世界的 一位叫李善兰的学者 是他做的翻译 而且事实上这个翻译 做得非常好 有的时候 很少有这样的例子 中文的翻译 比英文或者是拉丁文的原文 说得更清楚 因为呢 这个Calculus是一大套的计算方法 它粗略地可以分成两类 两类 一类呢 这个英文叫做 Differential Calculus 另外一类呢 叫做Integral Calculus 就是一类叫做Differential的算法 另外一类叫做Integral的算法 这两个算法呢 Differential后来就翻译成唯分 那Integral呢 就翻译成积分 那如果我们去看这两个英文字的字根 大概也可以感觉得出来 Differential呢 就是Differential 就是把它切得细细的 切得细细的 所以就是因为切得细细的小小的 所以翻译成唯分 Integral就是把它堆积起来 稍后我们多一点了解就知道 Integral就是把切得小小的东西 而且很多很多这样小小的东西 全部加在一起 全部加在一起 所以呢就是累积或是堆积 就是积分 那因为Calculus这一组计算方法 就分成这两大类 微分的计算方法 跟积分的计算方法 所以总个合在一起 就称它为 微积分了 就出现了我们中文的名字 那么微积分究竟是什么 这一套计算方法有多了不起 我就要拉 刚才 刚才准备好的另外一片板子 这一套计算方法呢 用很 很粗略的一句话来说明的话 它是早期的数学家 透过对无穷 对无穷这个观念的理解 以及理解这个观念之后 掌握的一些计算的性质 所发展出来的一套计算方法 所以这个计算方法 牵涉到无穷 牵涉到无穷 那也就是在17世纪 距今300多年前的时候 靠着想象力 所能够对这个 因为人是不能真的接触无穷的 人不能真的达到无穷的 必须就是靠我们的想象力 去理解 然后掌握了无穷 甚至于事实上是从17 一直到18世纪 花了100多年的时间 慢慢发展出来的一整套的计算方法 这个计算方法会不会像是我们说算的 新算算的很快 可以在一秒钟内算十几个 算十几位数的加法或乘法那种新算的那种 很快很快的计算方法 其实不是那个意思 是一套以前可能要花很多的 要学很多的知识 而且没有一个简单的公式 需要很多的人工 或者很多很多的计算步骤 才能够做的一个计算 有了这一组超级厉害的计算方法以后 就使得我们可以一次跳过 很多很多的步骤 得到一些非常好用 非常了不起 而且可以解决很多很多种不同问题 的一个通用的计算方法 所以我们在后面的课程里 我们就将要慢慢的 一点一点的 让同学从很初级的地方开始 去认识 去了解 去学习 这一套计算方法 究竟有些什么方法在里面 而这些方法究竟能够做些什么事情